Hello YouTube朋友大家好 我是Danny 欢迎收睇Danman826频道 今天来到铜锣湾时代广场 准备和大家去试一间由日本全新开到香港的烧肉棒题店 他们开了大概两个星期 今天要和大家去试试 Let's go 今天和大家去试这间上川牧场是日本过江龙的烧肉棒题店 首间香港分店2021年12月中开幕 位于铜锣湾时代广场地庫B2层B213号铺 入到铜锣湾时代广场B2地库上川牧场的烧肉店 大部份餐桌都是以吧桌形式摆放 餐桌前面是一条书送带 所有点选的食物都在书送带送到你面前 有三种不同的套餐 我们今天叫做B餐 我们的早鸟优位好像是370元一位 就是澳洲和牛 一来就先给了一碟牛 另外其他的就是在手机点 但时间只有100分钟 所以我们都要快点点东西 看看有什么吃 观众朋友都喜欢收看这类型的自费真人实测试食影片 或者其他的饮食旅游生活资讯片 就记得按下我Danman826频道的订阅和钟仔 全部都是用心制作真人真情分享 多谢你们每一位的支持 和大家看看三个套餐的分别 最便宜的是经典烧肉派对套餐 价钱由每位298元起至358元不等 视乎你吃的时间和日子 有86款的食物选择 但牛肉的选择相对其他两个套餐就少些 我们吃的是澳洲和牛烧肉套餐 由每位348元至408元不等 合共有137款的食物选择 至于最贵的选择就是 鹿儿岛撒摩和牛套餐 由每位498元至678元不等 所有的放提套餐 都是包括没有酒精的饮品放提 而这三个的放提套餐 都是全日供应的 酱汁也有很多款 有一种是有些芝麻 这个也是烧汁 也有柠檬汁 右边有些黑胡椒 鹅盐 也有普通的烧肉汁 还有些豉油芥末 可以吃寿司 因为它也有些寿司可以点来吃 那我们首先点了一个烧牛肉寿司和鰻鱼寿司 寿司我觉得饭做得不太好 没有寿司店那些 没有那个饭和醋的酸味 那就不用吃很多了 都是吃烧肉算了 试一下 那些饮品都是喝不喝的 不过饮品就是在汽水机拿出来的 也有可乐和果汁 那我们首先烧第一碟拿来的牛肉拼盘 我个人觉得 如果加上一个名牌 在每一款牛肉就会好些 因为现在太多款式 都不知道在吃哪一款牛肉 我都问过餐厅 原来只有最贵那只 鹿鱼岛撒魔和牛会提供牛肉的名牌 第一碟吃牛肉 质感都算OK 不会太韧 有一般连锁烧肉店的水准 但又不是太大的惊喜 我们今天入座时间是4点13分 餐厅都没有太多人 第一轮怎么选的食物 很快就在书送带送过来 首先看一下第一轮送来的食物 卖相都算不错 不知一会儿吃下去又如何 现在烧几粒的和牛粒 而且这个火也挺猛烈的 我们刚才开了 它最大的时候真的很厉害 现在我们教了小火也OK 最怕吃烧烤 炉又不够厉害 慢慢地烧 这个就OK的 炉是酸的 因为你知道了 只有一百分钟 如果炉又不够厉害 就很糟糕了 试一下一粒牛粒 和牛牛粒 不够厉害 又不厉害 又不会很肥 入口真的有点积蓉的感觉 其实手机APP里面有很多肉的选择 也有些不同的酱汁 譬如我们叫蒜蓉汁 它有一盒蒜蓉汁 有些牛油给我们的 可以放进去煮熔了牛油之后 用来点来吃就可以 把肉放在一起浸出来 烧也可以 哇 我们叫了一块厚的厚切牛舌 它很大块 虽然之后 我们也要剪开来分来吃 厚的也不算厚 不过它又很大块 我点一些柠檬汁 它的牛舌味很足 然后我们烧一条叫牛五花 它是很大条的牛肉 醃製了一些酱汁 就像韩式的牛五花 还有烧的一个是范鱼杯 范鱼杯里面有牛油 还有洋葱 这个鑽石牛五花一长一大条 烧好了 这个呢 旁边皮有少少肥膏 有少少牛骨的厚度 那我又点少少汁 这块有点硬 因为它有些筋 肥膏那里有咬口 但是都是牛肉味 我自己最喜欢吃的是 就是和牛柳 而且我们下单的东西都挺快 一按差不多不用两三分钟 现在已经送到来了 可能因为现在少人 我不知道多人会不会 就会慢一点 那我们现在的范鱼杯 又烧好了 可以试一下范鱼杯 它有些洋葱 混在一起 在石子盆里面 所以现在闻上 有些少少洋葱 和牛油的香味 还有点甜甜的 我不知是否加了少少 蜜糖 或者之类呢 是有少少甜味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洋葱 甜味 我想洋葱也挺好吃的 先试一下 是洋葱好甜 嗯 这个味道不错 刚才试过厚切的牛舌 我现在叫了一个 鹽烧的薄切牛舌 试一下这个薄切牛舌 如何 薄切牛舌 就一般 嗯 有点咬口 我喜欢刚才的厚切多些 厚切的口感 但味道也好些 有点咬口 蔬菜我们现在叫了一个 是烟肉牛油露笋 这些露笋放在石子盆里 有几片烟肉 加上牛油 应该那个香味不错的 因为烟肉的味道吸入露笋 里面 而且现在正在烧牛柳粒 第二批吃这次的牛柳粒 四粒里面 三粒都是很厚的 入口即溶裂 一粒就是暗的 所以也不一定 粒粒都是这么开 特别是牛的部位 刚刚刚 我们叫了一块 北海道朱里基的猪扒 它也挺厚的 我们现在刚刚烧好了 就点了一些牛油的酱汁 OK啦 又不是很惊喜 但又不会很韧 有少少猪肉味 我们沙律 叫了一个生的三文鱼 加温泉蛋 下面有些洋葱 蔬菜丝 样子看起来有多特别 让我试一下味道 它和和风的甜甜的酱汁 豉油那类 加上 这是和风味的沙律 又如果你喜欢吃温泉蛋 OK 下面一些是青瓜 和洋葱丝 又够爽口 有一个挺特别的 这是一条香腸给了一碗的芝士 消融了芝士 然后就点在芝士上 这个是特别的芝士腸 有点特别 这条肠就是 这些芝士拉细 这条肠就没什么特别 只不靠这些芝士 搞得很特别 这些芝士真的 其实是做披萨拉细的芝士 其实百多款食物 一百分钟两个人 根本没可能试得完 所以都是选一些 自己喜欢吃的来试试 牛肉都试了好几款 有好有不好 有点比较银 我最喜欢就是 一口牛柳粒 牛里肌肉 价钱方面 我觉得就贵了少少了 今天假日我们是早了的时间 两个人都要831个6 甜品就有几款的 Cream Pub 有士多啤梨 雲尼腩和巧克力 每样都叫了些 还有一个 苹果批 焦糖苹果的蛋糕 卖箱就不太吸引 我不知吃下去 另外每人有一杯 Hagandise雪糕 亦是巧克力味 或者是 雲尼腩味 我就吃雲尼腩味的 Hagandise雪糕 现在就还有13分钟 吃完甜品就可以了 甜品还有一个日式的绝饼 即是绿茶绝饼 有点少少的意见 因为我们吃甜品 没有给任何的叉 或者 extra羹 用刚才吃烧肉的筷子 来吃甜品 有点怪 观众朋友终于我今天的分享 记得给个like 和share影片给朋友 还没订阅我Denman 826频道的话 记得按下订阅和钟仔 当我新片出的时候 你还没错过 还可以追踪我Facebook和IG 记得特别优惠资讯 可以和大家分享 下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